台北用重用力發言 在發動體系中醫體的總級議員 經過10公元暗診網 醫療服務非常動用化和非常完整 不過議員問候的平靠拖 實際上是在防控東南體體問題 要用議員緊被判斷 10年成功發表批凶 各記者說到 三下內的副查路順先廣查 可能是在防控經濟醫療的體問題 佛查路順 無論會警告及歐洲外 依然交通差 甚至會衛生事件 救命名及救護車 全部聽到1500點 當年警告 牛榮依然每次挑戰 拼到佛查 上下行超過70秒次 衝衝拍攝的電解車 接送看得到 我們每天是將近有 四十幾次的救護車 到五十幾次的救護車的這種情況 以及我們救診的民眾 非常的 將近每天有八九百萬的人士的一個救診 這樣子的一個交通瓶 一個軌道在這邊將來施工 勢必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對肯定 捍衛線通過 危險拼到頭 聽說會造成發動鐵路過散共艦 除了四共會重新交通 五岸去爭位 甚至是效益佛查 不用遲 將會扁斗扁斗 插子遲用扁斗 插合扁充 民眾通過拼到頭 聽說會用扁斗給的實驗 八包採購的這個新的列車 比現在的普悠馬號太魯閣號還要更長 有十二截車廂 他的車子經過我們醫院的時候 紅綠燈要等更久 當然是一定是不方便的 必須說要等到火車過了 才會有進出的道路面來 海馬投稿鐵路過散共艦 法徑本改革平靠頭 採插的問題 當牛榮依然 非修十年老戰夢發表飛鴻 國際慣性避充醫療 希望又進一步驚訝 像這個平交道經過 這個救護車會不會有 這個影響到時間的問題 那有沒有立體化的必要性 我想這些部分 我們會後續再進一步來做會堪 參加了立聰發表飛鴻 法連染護逆中 派人哈約翁 舉行處理董事會 子孫鐵路過家法律體 希望提供給 老雄館規劃單位 會從事法連治療系給 本眾去主意大改革 牛榮依然 又會完全保護人家出入口 下個新聞風小溪 法連報道